这是我自己的那一台宝马的1395系 其实我每天上下班就开着这一台车了 因为往返也就12公里左右 其实距离不太远的 我想做一个事情 其实因为这个距离都是在20公里 其实每天都在50公里以内 其实50公里是一个话题 因为我们在做报道的时候 会发现国内会有很多插电混动的车 为了拿这个绿色牌照 然后容易能够在线排的城市 拿到这个购车的指标 都会选择一些入门的 50公里以上一点点的插电混动的车型 但很多人都就那么想 我买一台插电混动的车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用油 因为只是为了拿牌照 50公里能跑多远 而且你只是标50公里 对不对 跑不了多远 所以我今天借了这一台宝马的G38 530 LE插电混动的车型 回来去试一试 因为这台车其实它的纯电续航 里程说是有61公里 而我平时上下班就24公里 在顺上平时去吃饭或者说去商场逛逛 也就差不多在它这个61公里的范围内 所以我想看一下到底能不能够实现每天出行 只要我有充电的条件 每天出行能不能纯电去解决 这是第一个 压根其实这个车看起来跟普通的G38没有什么区别 除了这个中网 这个中网 这个主动式的格栓 关起来的时候 你会看得到有蓝色的点缀条 车里面一些细节都会贯彻蓝色 因为这是宝马的 我理解是叫做爱蓝 你能够看得到它是一台混动车的标示 因为它是一台混动车了 所以你能够看得到 这个位置多了个洞 这是一个充电口 因为它是只支持一种充电模式 也就是慢充了 4个小时能够充满电 不过后面那个油箱盖的使用方法 会跟以前不太一样 需要通过车内的按键去解锁 这个就跟平时一样一按就开 有些朋友会问 这个充电的插头放在外面会不会被人家拔呢 其实车没解锁的时候是拔不出来的 你要解锁以后 那东西就直接解开了 因为这里会有一个锁头 然后关上那就OK了 然后这个车我最喜欢的 还是西柱上面那个E-Drive 我自己的车也想贴一个 挺好看的 然后如果你真的有充电的条件的话 其实这个使用的成本真的不高 如果你要用公共的充电桩 自己去充值的话 那用车成本就有问题 所以我今天模拟的就是 我自己有个车位 我自己能够充电 也有时间去把它摆在这 能不能够一整天都是电的状态 能省钱吗 这就是今天 我要解决 其实周一到周五我就是开着这一段路上下班的了 然后它有六个红绿灯 然后12公里的长度 这中间最讨厌就红绿灯 有时候你幸运的话 能追上红绿灯 过着绿波过去 对 其实挺省油的 但每一天早上起来 基本上都是红灯的 而且车非常的多 好像现在这样子 车很多了 所以这段时间能够算是平时我们遇得到市区的顺畅路况 因为好像现在这样子又得停了 这一台车官方给的数据是它在纯电的状态下充满的 能跑61公里 然后澳家他当时去江门市这一台车的时候也跟我说 我这个车有一点点市区的路况要混合着去走 不过那时候没有 现在这么热 现在广州都差不多40度都来了 就它当时还算比较凉快 那时候开能够跑到50多公里 对 我当时觉得这个数据挺实在的 而这几天晚上我都是充满电的 我想想想 我白天回到办公室 我把车插着充电 然后这台车慢充 只有慢充 没有快充的 只有一个慢充的插头 插在普通的三角插桌上面 慢充四个小时能充满 基本上我早上上完班以后 车就充满电了 因为我中午出去吃饭 我说见一下人聊一下天的话 就这个车充电时间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如果你是七八个小时 那你中午不用开车了 不太合理对吧 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还OK了 而这几天实验下来 每天上下班 我看得出来 里程表跟这个续号里程的预估对应 其实我能够跑得到35公里左右 就这样一个路况 开着大空调 然后这个车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可以对着钥匙提前把车吹凉快 就是那个温度保持 那个功能还挺好的 就好像在夏天 其实这个车不用找发动机 大家可以直接用电动机来驱动这台车的空调 车很凉快 一进车就算你停户外都没问题 所以我挺喜欢这个功能的 所以可能这个耗电会有点快 人家澳家能够跑得到50多公里 这台车我跑就35公里左右 就可能一部分会耗在这个空调上吧 但对于我这种短途出行 然后也有时间在办公室充电的朋友来说呢 其实纯电的模式还是能用的 就不要说是片拍照了 但如果你是没有条件去像我这样子充电的话呢 那它就只能够当作是一台普通的汽油发动机来用了 那这台B48的发动机呢 其实你看出来它的马力数据是跟525是一样的 184匹但你不要忘了这台车还有个电动机在呢 就两台组合在一起的综合功率呢 可以去到250R匹 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熟悉 因为它就正巧是汽油版本的530的数据 包括百公里的加速时间官方给出来 都是跟530长轴的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台车挂着530的标没有问题 而在平时开呢 如果你要跟525去拼动力的话 我觉得这个车肯定比525坏啊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它有个电机在 因为前半段你有个电机 就算你好像现在这样子 我已经出来拍摄已经把所有的电都用完了 只剩下一公里的续航历程 不过你能够发现啊 其实电机还在动啊 刚才我也试过啊 现在没有了 没有续航历程了 电机还是在动的 然后还能给你前半段起步的一个驱动力 而且呢 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 车内的电气空调啊 音响啊 都是通过这一块高压电池来实现 就不是说我一定要启动着发动机 它才能够供电 在这一部分呢 是能够省掉不少的油的哈 因为这一段路 你想想6个红绿灯每一次都等这么长 我那台139车险已经是12点多了 3.0的发动机 你想想啊 这上面能省多少 这是一个 然后电池组呢 其实现在都是放在后排的座椅底下的 然后这一组电池的能量密度 比上一代的车型呢 是提升了70% 然后再者体积小了 然后其实它的体重也小了 然后现在只有117公斤 这一个重量大概等同于两个成年 坐在你后排 所以说呢 你可以这么去想啊 把电动机也算上 然后把电池组这一堆东西都算上的 前提下 这台车实际上等同于满载的G38的530 汽油版的那个 所以你想想满载了以后 还能够有同样的动力体验 这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而且呢 因为就算你现在这样子 我已经是没电了 但我还能够体验得到那种电动机很快 就马上有的那种响应 这是一个不同的动力体验 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来的 所以这台车的那种电力的感觉呢 我觉得有点像是丰田双情的那种效果 因为丰田双情是你走起来后 很多时候发动机都会启动 但是起步那一下用电来启动呢 现在这样子发动机都没懂 是能够省掉不少的油的 530 LE这台车呢 后悬其实它已经是标配了空气悬架的 但前面还是传统的机械悬架结构 你要知道 其实车在不同的负载前提下呢 它的后悬动态都会不同 也会一定程度上面影响车辆的形式品质 或者说舒适性什么的 你要知道 这后面已经是有了一个100多公斤的电磁组 所以宝马这台车直接标配空气悬架 也算是一个情理之中的事情 起码这一组自信的悬架呢 它是可以自己去调后悬的高低啊 软硬啊什么的 能在一定程度上面去弥补行驶品质上面的缺失 或者说改善一些行驶品质 其实我之前呢 最早是G38的时候 就是试朋友的那台530的长洲的M套件了 他就追着那个套件去买的 那台车呢 其实跟这台车的后排是差不多 因为这台车后排选装了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这后排其实有标配的电条的靠背啦 然后也有舒适型的头枕啊 再加上这个空气悬架作用 其实你坐起来会觉得 比我朋友那台普通的530呢 要舒服一些 不过那些配置就不多说 因为这台试驾车呢 是有点变态 什么配置都选上 后面两个电是28,000耶 然后还有一大组东西都在这中间 平板都齐 这些都是选装了 但在没有这些东西影响的前提下 其实你坐在后面啊 真的要比普通的530要舒服 算上哪些下来这些驾驶模式 毕竟这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 所以呢 它还是会有一个eDrive在这里 这是一个不同电动驱动模式的一个选择 我可以调什么呢 Max e-Power Max e-Power其实就是纯电驱动 我每天上下班就用这个 充满电开回去 就算我全油门开下去 其实它都是只靠电机在驱动 嗯 这就是纯电的一个模式了 那如果你全油门把后面最后那一段的按钮也踩下以后呢 那汽油发动机还是会介入的 或者说你把它拨到运动档的时候呢 它也会介入 就这两个状态以外呢 其实都是纯电驱动 还有一个就是Battery Hold 就是电量保持模式 这个模式呢 就跟我们之前开过的一些 插电车是一样的 因为它会设置一个SOC的点 那个SOC的点 比如说你设到百分之九十 如果你充满电 然后你想保留了这个电量的话 可以用这个模式 它会把它保持在那 所以在这个时候 发动机除了有一部分是负担在驱动方面以外 它还得去给这个电池充电的 所以在这时候呢 其实这个油耗就会有一定的上升 不过如果你想清楚了 我下一段路 其实想安静一点点去跑 后来说跑一下市区 其实纯电的模式 确实能够省油 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点来的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个自动模式 就汽油 然后电动 随机 根据电脑去切换 其实这三个模式 无论选哪一个都没有问题 因为发动机介入 跟不介入的那个衔接点 真的做得挺好 你不会感觉 这中间会有什么障碍 但你会感觉得到 你在起步 或者说起步那一瞬间加速的 那六十公里的速度断裂呢 你会觉得车加速是非常的轻快 这是汽油发动机所没有的 但后半段呢 还有汽油发动机做支撑 所以开起来动力真的是挺好的 剩下那些运动模式 我就觉得没必要多说了 最后呢 我们是应该梳理一下这台车的性格 跟讲讲到底值不值得买这台车 宝马呢 现在给出来的530LV只有一个配置 然后卖49万多 然后你要知道 其实这台车 目前国家来看 插电混动的车型 纯电续航旅程 在50到100公里左右 那个补贴已经降了很多了 原来刚出这台车的时候 还有16000多的补贴 但现在国家补贴只有11000 然后这台车落地就48万多 不过好的是呢 不用搅购置水 这是一个好事 然后在一些地方 比如说在上海可以免费拿得到新能源的指标 这是一个好事 在深圳也可以附加多一个新能源指标 这些都是这台车在牌照指标上面的优势 说实话 你省多少油 在这个价格上面的购买群体 大家真的对它不太敏感 因为加多少油没问题 但不要常常去加油 因为这台车呢 说实话油箱会偏小 只有46升 但你用了纯电加在一起以后 就这个车 大概能够跑得到400多 500公里才去加油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续航里程了 其实呢 你现在看得到豪华车品牌里面 你要选一台西级车 也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 能拿新能源指标的 最成熟的也就是宝马的530LE 因为上一代可能觉得 宝马好像是第一次去做这种插电的混动车 不太成熟 就包括一些动力的体验 我觉得其实是一般般的 但现在这一代车型已经是完善了很多 感觉呢 好像是你买一台X-Drive的车型四驱 为的就是一个驱动结构 我需要跑一些 比如说冰雪的路面 或者说我注重四轮驱动的那种稳定性 你可以去考虑它 而这台车呢 更多给你体验 除了降低油耗 给你一个纯电续航里程的机会以外 平时就算没有充电的基础下 你就开起来这个车 前半段动力体验其实是非常的迅猛 虽然你看起来那个百公里加速的数据 就跟530是一模一样 但是两个体验起来 这个车四驱开会更加的轻快 完全是两台车的 再加上后悬空气悬架 那种新式品质的改善 还有新能源指标的辅助 所以感觉上面 如果你是在北上广深这种线排的城市 能够直接买到一台 拿绿排的车能多加一台车 那那种上手的难度是不是比 你直接买一台普通的530要好呢 这就是一点 不过说实话 你看得到现在拍的这台试驾车呢 好像非常的华丽是吧 一台530 LE40多万 后面还有两组电视 还有BMW的音响 然后我还有一个这么好看的钥匙 好像感觉挺不错的 但这其实是一个梦来的 因为这台车呢 把所有配置表上面能选的配置都打勾了 已经是超过70万的一台车 所以这不是一个现实 现实是这台车没有这些音响 没有后面的屏幕 然后后面中间的平板的那个控制的面板 都没有的 其实是一个比较速的车 连无时进入都不存在 不过那个选上以后 其实这台车 你把它当作是一台525基准的车呢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到最后买车 就好像刚才说的 你要一台市区的 还是要一台纯电的车 C级车插电混沌 最完善也就只有它 所以选择我觉得很明显的 你要说它单纯骗指标 这个层面不存在骗指标 只不过说 你要买一台新能源车 它适应了一个政策 所以它才会产生530 LE 这台车在国内的形象 它是一台市区的 一些市场 也许一台市场 也许一台市场 它是一台市场 所以可以来到 这台市场 出现了一个市场 市场 都是 这台市场 市场